这不瞎搞嘛 电路板直接用水去冲洗 这么大的水处理设备 水管爆了 然后把整个控制柜给泡了 电闸也跳了 后来全换成新的 也不好使 主要是这个PRC 通过电以后没有反应 让我过来看看能不能搞 进水挺严重的 他们说水都吃进去了 他们以为这个东西 和这些电源块一样 换个新的就好使 就是修一修一花不了几个钱 那好吧 我就收一个基本的人工费 给他拿回去看一下 是哪里的问题 首先他这个电路通上电以后 PRC的输入电源是有的 220的电源进去了 就是不显示 那他内部电路是有问题的 他这种情况 我也只能说猜回去看一下 看看这个插口 反正我感觉他这个话也不合格 猜下来了 拿回去看一看 哎呀 又花了 再一个进水了个看看 下面就猜开PRC看一下 里面的情况 看好不好修 这个我玩不了 大家也不要踩我 因为我经常看到有很多师傅 看到高手修电路 然后都夸人是天花板 还不忘带上我 说成小电工就是个二把刀 都是小儿科 就会修个漏电 我就是一俗人 就是一普通电工 就是通过视频 给大家分享一些有用的东西 还请做一下留情 不好意思 话多了 接着看检修PRC 那这这些给他同二把的电是吗 嗯 他拆解后的 腐瘦很严重 我这个脚 我天 看电源是不是好的 24伏电源是好的 电源是好的 电源是好的 22伏24伏也有了 这输出都有 对 这样的话 还不过说 出哪里的问题 可能主板坏了 出板坏了 那就没搞头了 没关系 没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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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给他洗洗了 用超纯波洗洗 洗完以后再看 对 洗完之后 他就可能 洗完之后 把这一块给他焊一下 这电源是没问题的 嗯 电源没问题 嗯 现在就是 这一块 这一块有可能 有导电物质 导致电 还说在短路状态 这是超纯波 超纯波清洗 有没有板子扔下去 已经了呗 对 里面是 已经这个 这是水是吧 对 兑好的水 兑好的水 嗯 然后 直接烤 刚好之后打开开关 好 可以了 几分钟 十分钟左右 十分钟以后 再放这里边烤 对 再放这里边 完了 烤完之后 用这毛刷 干净了 嗯 干净了 再刷一下 这一会就管用 嗯 清洗掉了 嗯 这干净了 干净就这样的高台 一会就没用银定 嗯 好 我把这个 就比较干净了 嗯 一会就 一会 留下来 这样 滑上去 打开 涵到七十度 七十度 这多长时间大 一个小时吧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再说 热的 然后就试试 经过老徐 坚持不懈的努力 看看商店看看啊 就嘎嘎这声 我就喜欢听这个声音 嘎嘎这个声音 很清脆 至少程序运行了 程序运行了 那个灯也亮 他本身还烧了一个 这个东西 不知道 坏了一个 找一个找一个 这是多少伏的 24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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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会 你听到 哎呦呦吓我一跳 啊吓我一跳 这就开始自嘴了 啊 这就可以 这样现在看是好了 发视频给厂家厂家说 正常 也不知道这个PR系 能不能用得住 好了 先这样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焊接设备 不运行 不工作 没有任何反应 看我能不能给它修好 第一次建这种设备 先了解一下 它是干什么的 这是几个焊接头 靠气缸来传动 焊接这种缸管 通过工人师傅的介绍 对设备有个大致的了解 手动和自动焊接 现在的故障是 任何动作都没有 送上电以后 工人师傅说 有一个接电器一直不亮 应该亮的 反修设备电路 要先听工人师傅说 才能更快的 就是明白这个设备的故障 可能出现在哪一块 触摸屏都正常 看一下它这个电路 这是控制电路的一小部分 因为没有图纸 也不知道这些都是干什么用的 PRC 接电器 变压器 或者是接电器块不好 再换了好几个 都不好 这有线位开关 怀疑线位开关不好 新换的 这还有光点开关 其实我是怀疑这些开关 不该亮的亮了 或者是该亮的它没亮 我有螺丝刀靠近这个接近开关 也亮 也正常 下面PRC 也有输入信号 输出信号 信号是没问题 很到位 输出也正常 坦白说这个接电器应该吸核 这个接电器的线缺是PRC输出 来控制接电器的线缺吸核 现在PRC没有输出 所以它不吸核 接电器不亮灯 现在PRC为什么没有输出啊 是没有输入信号吗 前面操作面板没打开 打开运行 看看PRC有没有信号输出 有 多了一个 现在亮灯是10和13 两个灯 两个输出 左边这个是10 对应的下边一个信号是外10 外10在这儿 这个外10也对应一个接线端子 这个就是外10 外10控制着啥呀 控制着这个中间接电器的线圈 它应该亮 为什么不亮呢 PRC给它信号了 它应该亮灯吸核呀 对吧 你看这个13 13有输出 看这个外13 找到对应的端子 这个线 这个接电器通电吸核 亮灯了 外13在这儿 中间接电器的线圈 上表来测一下 交流电压档 24伏达到50伏档位 先测13和这个0位吧 和0线 咱叫它0线 有电压 电压怎么30伏 32伏 有点高 下面测这个10 有没有输出 如果有输出 它不吸核 那就接电器坏了 看一下线圈电压 应该有 但是它没有 也就是说 PRC没有输出 亮的灯 它没有输出 您说这奇怪不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现象 不知道这次是不是 和我以前遇到的一样 是线断了吗 直接测量PRC输出 与这个0位 别是线头断了 还是没有 PRC确实没有输出 什么原因啊 PRC内部坏了 敢不敢给它拆开看看 看看PRC内部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来就是给它 查查故障 没有把握修好 坦白说 这个设备的故障 很复杂 厂家来了 都很难修好 我没有把握 所以说 现在确定 PRC没有输出 我如果给它 短接一下会怎么样 把13和10 短接 找了个线头 把这个输出 13给10 短接一下 看接电器 稀不稀合 可以 没问题 它就是PRC 没输出 这个接电器 控制的是 这个气阀电磁阀 现在没通气 把气送上看看 气送上了 看一下这个气阀 控制的是哪一道工序 手动按下气阀 控制的气缸 然后是加紧和松开 也就是说 现在的动作 应该是加紧 但是PRC 没输出信号 我要拆开PRC 我想看看 里面哪个地方不好 导致没有输出 反修这种设备 就抱着 司马当成火马一呗 接线端子 在插口没问题 还得继续拆 可能是里面的问题 拆掉输入端子排 再把它拿下来 打开底座卡扣 把PRC拿下来 现在从外面都可以看到 里面是一个一个的中间接电器 小接电器 看是不是接电器触点不好 导致没有输出 把它拆开 一块电路板 啥也看不懂 不知道是干啥的 咱也不敢乱拆 拿掉上面这块电路板 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中间接电器 黑色的小方块 拆掉上面这块板有个电池 这个电池不能掉了 先给它扣上吧 把整个一块板拿出来 好 下面还有一块板 这一拆有新发现 接电器的底座电路板 接电器是焊到这个电路板上的 这个线路烧断了 这个很明显 这个铜薄片从中间的烧断了 很薄的一个连接片 把它扒开 你看一下 已经断了 这种怎么办呢 只能说给它焊一个跨界线 把两个焊点之间用线连起来 就是这么用个导线把它连起来 不知道好不好使 把它装起来 插上输入和输出两个端子 把电送上 显示很正常 把设备打开 现在是可以了 但是我不会操作 可以 可以 监狱行 哎呦 臭 点位距离没调好 调好距离 就不打火花了 焊接是正常的 好了 剩下的他们自己慢慢调吧 感谢大家观看 请多多指点